我是武林硕老师 《孙主兵法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尖记篇》 这个尖不是尖站的尖 而是中间的尖 很多人听到这个尖就是说 是不是要我们离尖 要我们放一些尖隙在里面 其实这个尖就是中间的意思 《孙主兵法》是说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它的解决方法其实就存在在于中间 比如说两个人吵架 你站在中间 你可以帮忙他们 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尖也代表着很小的缝隙 比如说很小的洞里面 这个不要小看它 因为大水灾就可能从小缝隙里面产生的 第三个尖的意思就是说 也是时间的关系 所以上的东西都是时间的观念 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 因此在《孙主兵法》里面 我们讲究的就是个尖 中间的尖这个字 你学会了吗 第二个尖 中间的尖cis 我知道